爬了一天的山 腿好痠 腿好痛喔 來 進入大白養生時間 來 教你一個 怎麼做 放鬆小腿前側的一個穴位 來 再找到我們的筋骨 然後找到你的膝眼 就是膝蓋兩邊的凹陷 膝蓋兩邊的凹槽部分 然後拿出你的右手 放在你的膝蓋膝眼的位置 下方四指位置 是不是 然後 距離你的 對 一個十指的距離 這裡就是竹三里 竹三里是我們常用的寶券穴位 可以用我們大拇指 就是指按的方法這樣 點按五秒 然後放鬆 再點按五秒 然後放鬆 對 那還有呢 比如說腳踝部分呢 腳踝部分其實有個很重要的穴位 在這個腳踝處 在這個肌肉 與這個跟腱的中間 對 凹進去的位置 對 凹進去的這個位置 有一個太膝穴 它是竹哨音聖經的圓穴 然後點按這裡 也有一些補腎的作用 然後主要我們現在目前 就是要放鬆這個腳踝部的肌肉 也可以點按 那我們剛才按完了小腿前側的肌肉 那後側的肌肉怎麼放鬆呢 我教你們 對 我們先找到我們的斐腸肌 小腿後側一塊很大的肌肉 你看 再找到它的最高點 最高點 然後按壓下去會有很強的酸脹感 這就是我們的沈山穴 我們沈山穴對於放鬆 我們小腿斐腸肌是有個很好的功效 然後也是這樣 可以點按五秒 然後放鬆 放鬆 然後再點按五秒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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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